你听说了吗 有间谍前他到我们澳门了 真的吗 那我们会不会遇见他 就你们也想找到我 也是天荒叶塔 你看他像不像那个间谍 你们别再说了 我后果子 兄弟 把我黑镜最近淘进澳门的间谍的手机 我需要他的GPS定位还有VT图 我已经录清了他的手表 现在获取他的运动信息 我已经得到他的VT图的GPS定位了 他现在在新普京 Feefox是一款免费的感应器应用程式 提供感应器的原始资料 通过此软件得到运动的数据后 我们再通过Excel制作图像 挥执出更详细准确的图像 间谍现役每秒增加0.15米每秒的输入加速奔跑 随后进入匀速状态 接着间谍以每秒减少0.136米每秒的速度减速跑下楼梯 速度最低减到0.96米每秒 紧接着间谍快速跑下坡 平均速度为1.37米每秒 再次减速跑下楼梯 随后加速跑离现场 两位同学根据VT图反向追踪间谍的痕迹 跑到了一处水池旁 哇 这里居然有一群彩龟 彩龟属于龟 彩龟属是一种色彩斑斑的淡血龟 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 以其独特的甲壳颜色和生态习性 而受到人们的小喜爱 你看 当然有一个奇怪的盒子 我们在发现这个木盒的时候 它就在草丛旁边 也许这些就是利用这些植物 作为掩护隐藏毒药 这些应该是哪里毒害官员的不明水 我们需要分析这些水 看哪个是毒药 先对光观察溶液是否浑浊 再将TTSG放入试剂中 如果PPM值高于450 就证明溶液中含有大量离子 不宜引用 之后将硝酸银溶液低加进水样当中 如果测定了阳性结果为深层白色层建物 也就证明该水样中含有氯离子 最后将鱼氯指示剂低加进水样当中 检测其是否含有鱼氯 便确认其含量大小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数据啦 在这试用水样中 鱼氯测试只有自来水和二冷污水有反应 因为它们经过氯气消毒 所以合缠于氯气 而氯离子测定中 除了蒸馏水以外 其他水样都有反应 在TTS测量中 因为黑沙海水中有大量年 导电性较好 TTS值最高 接着它们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美丽的花朵 后来跑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一棵奇特名词的大树 好有实力啊 实力属于大极科实力鼠 树木高大15米 叶片大而后 果实成球形 坚硬内涵种子 实力属亦有观赏价值 常见于热带地区的园林景观中 跑向山顶的过程中 又碰到了一群长相习惯的草 This is 猪椒鼠 猪椒鼠于天门东科猪椒鼠 又名红叶铁树 这是一种多年生长绿灌木 广泛分布在中国 印度和热带亚洲 猪椒的花叶跟均合入咬 其实人类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依存的 植物为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动物通过授粉和种子 传播光助植物繁殖 而人类则依赖于 植物和动物提供的食物和资源 但这种依赖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人类的行为 也直接影响着植物和动物的生存 我们必须小心 虽然这些生态系统很美丽 但是也可能会隐藏的危险 同学们决定通过特殊的方法 去追捕间谍 我们可以用这个指南针APP 来测量角度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 来要观测点A和B 对 我们还需要测量 点A和点B进去的距离 这样子我们就有三角形 在两个角和一个边了 我在点A测量新浮径的方位角 然后你再点B测量 明白了 然后我们用这些数据 来计算我们与新浮径的水平距离 好了 我们拿到了 新浮径的两个方位角 现在我们可以用三角函数 来进行计算了 我们可以用正切函数来计算 现在我们知道两个角和一条边 我们就可以求出另外一条边的长度 但是其实这个结果还有误差 因为地球是弯曲的 两点之间可能会被抬高 从而导致测量的距离偏小 那么地球的曲率 就是可能对测量的结果产生影响 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设备精度不够 我们也没有准确地 对准的目标建筑物 根据计算结果 我们距离新浮径大约842米 为了防止它要多 我们靠滑翔伞滑过去吧 BREASE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BREASE BREASE